宋义天王诸葛亮今早病逝的消息震惊整个华眼一届 尽管先前诸葛亮与家闹翻还必不见面好多年 但幸好在他在离世前成功将纠结仪式的心结解开 让他辉煌的一生总算圆满落幕了 不过你还记得当初这档谢家情是怎么发生的吗 原来 图鞋线翻设自网路下同1989年 谢金燕在节目欢乐周末派中被获选为美腿小姐 当年拥有较好的身材的他 也因为诸葛亮女儿的名号加持而在演艺圈中迅速串红 只是震荡谢金燕的事业准备起飞时 却突然跟姐姐发生了重大车祸 妈妈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之下 只好请爸爸诸葛亮出面借钱 让姐妹俩能顺利手术 疗伤 幸好在医生的抢救之下 谢金燕不但成功复原 拿到金曲奖的他也曾在台上笑着说 谢谢爸爸把我生得这么整 不过让不懂的是为何诸葛亮躲债付出后 他与爸爸的关系不但水火不容 甚至诸葛亮还气到怒呛 你的身材是我借钱修理的的呢 这个故事可以从谢金燕的小时候开始说起 当年还是小朋友的他与姐姐从学校下课后 都会手牵手的到歌厅秀的后台等演出中或打排中的爸爸给生活费 但当年还不懂事的他 不但曾目睹家报的画面 赌书而留下一屁股债的爸爸更是常常搞消失 据说当年诸葛亮跑路时 大家都不信他不知父亲行踪 甚至更有许多前辈亦对他嚷嚷 哎 你爸还欠我钱哎 尽管从小到大 谢金燕一家都因为诸葛亮而吃尽苦头 但与他亲近的却表示 其实谢金燕并不恨爸爸 反而还相当想念他 据说谢金燕跟爸爸多年来之所以必不见面 都是因为妈妈不原谅诸葛亮 也不放心女儿再接近这个男 于是当诸葛亮风光回归 想渐渐靠着自己的力量爬上台 与电音天后地位的女儿时 谢金燕就成了父母间的夹心饼干 当时诸葛亮付出之后 曾向媒体保证绝不偷偷跟女儿见面 所以一直都坚持要公开亮相 不过谢金燕却怕在镜头前与爸爸上演和解会让妈妈误会女儿会被抢走 因此 谢金燕先前曾私下求见悲剧 据说当年他曾写信在电视台门口等甚至包厂盆爸爸的电影买下爸爸多件意卖衣 但因为诸葛亮志气不愿偷偷偷来 所以很多都说 谢金燕想见的是父亲 不是诸葛亮 诸葛亮想见的是谢金燕 不是女儿 谢金燕为了让妈妈安心 也避免与诸葛亮同台 因此最后他不但在举办告别演唱会前公开恳求父亲不要来 甚至最后更以VCR的方式在家揭开多年家丑 公然与爸爸做接歌 尽管他知道自己会被贴上不孝女的标签 但为了妈妈他也不得不这么做 但谢金燕一出手就是重伤害 让诸葛亮也以一句你好读回应 多年来的父女情谊正式画下句点 但另值得开心的是 幸好前阵子诸葛亮传出病危消息时 沈宁的谢金燕终于出现在医院里陪伴爸爸 而曾优惧成病的母亲也选择让步 父女三终于在爸爸离世前破冰米不先前错过的身 道歉 说爱 终于像正常的父女 但泪眼告别后一个无憾离开 一个中冷无憾继续当诸葛亮的女儿 而今早传出诸葛亮病逝的消息之后 谢金燕也发出了一则感的声明 父亲痛于今晨安详于睡梦中离世 通往西方极乐世界 家随事在侧 哥哥 姐姐与我为父亲书喜欢上帅帅的衣服 父亲无病痛 无挂爱的去令各地方为他的观众 影 哥 迷眼出了 继续他一派潇洒的出国深造 请大家善言 善语 心存喜乐为父亲祝念让爸爸庄严且安详地通往极乐世界 永不再受苦 得到生命最安乐的圆满 感恩爸爸 在陪病的过程中 父亲跟我说此次词汇堂纽约活动 我能参与是非常大的福报 带着父亲的期许 我会提起最大力量如其完成演出 母娘慈悲 母娘慈悲 诸葛亮在离世前与多年不见的女儿破冰真的是太敢了 希望前往西方极乐世界的她能一路好走 快将这篇文章分享出去 让大家一起为昔日的综艺天王诸葛亮及气送行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